首先我们在操作所有的之前 要确保每一个阀门都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要检查关闭状态 所有的阀门都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当确保所有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之后 我们就开始第一步 开始缓慢地打开 让它气皮 然后打开气瓶以后 咱们气瓶的气压就通过这个管 然后倒到这个气压阀 铁子阀 那我们现在打开它以后 就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气压 显示着就是我们现在氮气瓶的压力 当我们氮气瓶的压力 而且正常性状态下是在1.14兆帕 就是在咱们的14兆帕这个位置 然后气压打开这个高压阶子阀以后 就到了咱们的那个安全 就是这个减压阀 减压阀这个位置是我们 压力是我们自己在出厂的时候 已经设定好的 就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大家是不用动它的 打开以后 经过减压阀以后 我们的气压就从14兆帕 减压到1.4兆帕 那当减压到1.4兆帕以后 那我们就直接打开这个阀门 就把这个气压 冲到这个罐里面去 打开它 这个气压就给我们这个干粉罐提供了气压 那当我们的这个压力表跟咱们的调压阀的压力表一致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开始出干粉 就是说我们这个减压阀是1.4兆帕 这个干粉罐的压力达到1.4兆帕以后 那我们就开始可以使用我们的干粉 比如说这个干粉枪 拉开以后我们要解开这个锁 首先要解开这个锁 然后拉出来 然后锁掉它 锁掉以后 就可以开始 如果是我们呢 用这个干粉枪出粉的话 就是打开咱们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干粉枪的这个拔门 然后我们就开始 然后就可以开始出干粉 好了 泡关了 如果我们刚才看到 除了用咱们的干粉枪出粉以后 咱们用咱们的干粉泡 现在出粉 首先我们要解开这个锁 解开以后 然后解开它 然后调整好 这个手柄调整好 调整好咱们的操作手柄 那现在对准 小心啊 然后就对准咱们的火源 然后现在就是要锁定它 要锁住这个锁 包括这个旋转的这个锁 然后现在就是打开这个阀门 打开它 当我的魅吼工作完成以后 咱们就开始要清洗管路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就是说清洗管路的话 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些气瓶 没有动的情况下 打开对应的这个清洗房 打开这个对应的清洗房 打开对应的清洗法以后 清洗我们的管路 当我们 管路清洗干净以后 那是我们的灭火工作 就是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现在就是收回我们的 所有的工具 解开我们的这个手柄的锁 然后把这个收回去 然后 然后锁住这个阀门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 首先要关系我们的 所有的气 然后排掉我们所有的管路的气压 那现在我们排气压的话有两个方案 就是说直接打开我们的 我想要不敢拍的吗 打开这个 呃 泡的这个清洗法以后 我们所有的管路的气压就排掉了 管路的气压 还有我们这个干粉罐的气压 都要排掉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法 我们排掉它 打开它以后排掉 排完了以后 我们就关闭它 那所有的就结束了 有一个注意事项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流程当中 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 首先我们的要带着我们的手套 来操作这个车辆 因为我们的这个氮气系统呢 它是一个低压 所以说会造成咱们的一个呃 一个冻伤 所以我们在操作这个所有的阀门之前 必须要戴上咱们的手套来操作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些高压气屏 有一个有有一个 呃就是一个强制检验的规定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重要部件的检验规定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那所有的 注意事项完了以后 咱们就是说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 用完我们的气瓶 用完气以后 怎么给它充气 那首先大家看到一下 就是说这个管路 旁边有有一个阀门 叫外接 充气阀 那我们这个时候 所有的管这些手柄 都是处于关闭状态的情况下 所有的手柄 全部处于关闭状态 全部处于关闭状态 然后我们现在积好我们的管路 我现在没有那个管子 就是说这有一个 接好我们的充气管 接好以后 接好以后 我们就要 首先是打开所有的气瓶阀 全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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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以后 然后我们就打开这个阀门 打开这个阀门以后 打开这个阀门以后 然后我们 我们的气站 就会给咱们的气瓶 充气 那它的最大工作压力 是15兆帕 就是最大的额定充气压力 是15兆帕 整个阀门以后 这种嗨 有点 语音